早晨早晨 现在是德国法兰克福早上六点钟 天色真的相当不错 早晨早晨 昨晚又睡得相当之好 现在出来感受一下天气 每次过这些自动门都相当之开心 法兰克福 机场一带 天气都相当之好 很感恩 来这么多天天天天蓝天有点白云 德国的巴士又拍到它了 出来户外走走主要都是感受一下气温 来到这么多天 伦敦那天就不要算了 在机场过境 那天是有点凍的 今天今天真的感觉到有点凉意 因为差不多去回接近荷兰那边 都是会冰冰冰的 超市 我什么时候都说 看当地居民的超市 或者街市 看得到一些文情 那些朱古力的价格 还有汽水的价格 在景区那些三分一 四分一价钱 真的便宜到你不相信 那些罐头肚又薄很便宜 还有一个很特别的 那些酒也很便宜 那些啤酒那些都是便宜到不得了 环顾酒店附近 这间酒店睡了一晚 都是相当之不错 当然一早就没有人在 那早餐七点钟开始 现在还有几个字 现在准备当中 但是看进去都看到一些 亚洲人的面孔 那这间酒店 我住了一晚 整体的评价都是相当之不错的 唯一一样挑剔就是 我昨晚回上去 又要分开一张床 为什么 没有浴缸 我什么时候都说 那些女士们买东西 你千万不要说那么多东西 因为为什么 昨天上去看到那些朱古力这么便宜 我只是说了一句 我说你在纜车站 你都不停买 下来这些价钱 你需要考虑 大手入货 这样就即时生气了 不要紧 我这些职人吹水 周不时都嘩嘩 激怒一些女士 激怒女士都不要紧 最后就是没有浴缸 有浴缸 我还有两句话说 没有浴缸 那又怎样 那便便宜了 睡觉两张床 看看今天的行程 进入到第七日的行程 我们由法兰克出发 去科隆 去科隆 去科隆大教堂 然后直接去荷兰 阿姆斯特丹 看看酒吧区 有个不知什么廣场 行程就用来参考一下 这次很感恩 玩得超级开心 那些团友好玩 个个都是旅游高手 听他们讲的旅游经 有几个来过欧洲很多次 那我第一次初歌 初到不初 首先来玩欧洲 欧洲都有分 东欧西欧 或者下落一点 通常你第一次来玩 先玩东欧 那东欧会玩哪里呢 匈牙里 捷克 奥地利亚那边 玩完那边之后 接着就升了 你会玩什么 玩西欧 玩完西欧之后 你可以选择双牙 或者可以选择 乐小小 黑楼地 那些 看欧洲十六湖 听他们讲的旅游经 真的 跟团出来玩 有些旅游知识 大家可以互动 和分享一下 至于回顾昨天的行程 都是以行街为主 欧洲团 我们有140欧是自费节目来的 但自费节目当中 他说有四个 我也说不出有四个 因为不是太深刻的 最深刻的就是游户 游户那个 如果你入城行街那些 那些自费节目 你真的不是太深刻的 有时旅行社 入城行街那样 你就纳入基本行程那里 你回来的自费节目 像我上次在土耳其那样 你玩过四驱车 自费节目 你会很深刻 但你走街那些 不是很深刻 有些团友甚至乎都不知道 入了佛罗伦斯城 这个已经是一个自费节目 不知道的 好像我昨天去的那个 法国宣 有个团友跟我说 才知道 原来这里又是一个自费节目 我都不是太清楚 有些团友 但是一样东西要真的提醒大家 就是说 即是你玩欧洲这条线 是环顾的 一日都会有相当之多的步行 大家就要想一想这件事 有些可能你本身在香港 不是的我都能走一趟 但是如果你过来这边 你天天地走 我都见到有些团友 第三天开始 都是要拿一些拐杖出来 早晨早晨 你好你好 坐一会儿 在准备当中 刚刚有些团友下来 就说一说 酒店的中央冷气 大家一致有共识 这个中央冷气是没有的 没有之余 它还是会有些焗的 每间酒店都是有些焗的 因为焗到 其实我来几天 它的口唇已经爆了 又没有拿一样唇膏 不过幸好我隔壁那件 它有一些有颜色的唇膏 我可以塗一点 又去探灵 又顺便润一下 因为真的很干 整身都很干 如果遇到这些情况 如果有煲就煲煲水 等房间有些湿气 不用那么干 如果没有就在床头放一杯水 等到自己没有那么干 如果大家过来 特别是女士们的 那些保湿 潤枯 那些 带足够 好像我这些样子 塗了一扇猪油膏 已经 都还是干 你可心不知 这里是相当之干的 刚才的团友跟我说 他看过这一区的湿度 大概是三十几 他说真的 慢煮鸡也差不多 差不多的温度 好了 早餐开始 找个位置先坐下 什么都别管了 先喝一杯咖啡 喝一下 除了咖啡之外 这次真的相当之好 还有些领水 还有些薄荷水 还有一系列的花茶 哇 真的相当高兴 那怎么充好呢 茶壶 先看看食品 看了些面包 都知道今早的早餐 有点像样 除了面包 还有些手切 当然果汁 也是不少的 今天 这些包装 饼 有点干果 在欧洲这些地方的早餐 也是相当之正的 那我们看看这间酒店早餐的质素 看牛角包 今次的牛角包 就是相当之不错 虽然他没有第二间酒店 有个暖盘焗住 但是也做得不错 还有一系列的包 这间真的不错 接着我们来来来 先看看热盘 今天多了些肉食 有些汉堡 有些薄草 这边有些扒茄 还有我最爱的茄汁豆 不单止野豆 摆设都不错 一系列的酱汁 这些还是酱汁 来到这里 就是一个粟米片的放题 粟米片配什么呢 鲜奶 乳酪 再配合一些水果 你说开心不开心 更加开心 还有一系列的 cold cut 又是这些 擠花牛油 以前我们小时候去那些 怀旧餐厅 跟着餐包 有个擠花牛油 这边也是有些芝士 配合一些 腩油 不错 真的很好 这次 那来到法兰克福 那当然要催一下 法兰克福 扔扔大肉腸 是不是 很开心 一定要做一条 看完所有早餐之后 急不及待 做牛角包 法兰克福腸 怎止这么简单 好 那我就 拿了些肠 拿了些肉 我先吃一下 来到法兰克福 远近前名的 扔扔大肉腸 这些肉腸 我们小时候吃的 鱼肉腸 我们会怎么吃呢 通常这些头 可以 那我们呢 就会咬了 哇 一咬了之后 好像猫狼 但是味道呢 因为相当之正 很有肉味 这个文明已久的 法兰克福 扔扔大肉腸 那我就决了 拌手去吃 它的质感呢 它就有一些 就是 鵝肝 鸭肝的味 不知道是不是鸭肝 上来的 好味的 进来 欧洲那么多日 最满意的早餐 就是这间 还有它做餐厅的布置 坐的环境 都是 绝对是 四星级的水平 四星半 这间 我吃完早餐 跟着上去 就收拾一些东西 现在就8点10分 气温就17度 外面有些凉的 现在我们就在 法兰克福机场 这边就出发了 那我们第一站 就会去 科隆 那我参观了 大教堂 那这样就 再去就会是 过去荷兰 法兰克福那边 那边 今天的行程 就是这样 现在的团友 还在说 昨晚在超市 那种开心的气氛 8点16分 我们就正式出发 今天就适逢 星期日 希望交通就 窗窗信信 咦 来远都好像有间教堂 机场范围 这些景色很漂亮 还有一个湖 在这里 那我们驱车 离开法兰克福机场 来远处 就已经看到 有飞机 缓缓降落 是吧 很棒 在那边看上去 那些飞机 不是飞得很快 那我就很喜欢 进去 在东冲 机场尾 那边 拍摄飞机降落 这里 这个 清楚点 那 那 法兰克福附近 机场附近 都是 全部都是 农地 那 现在开车 十两分钟 八点半 左右 后面那边 又是 看到一架 可以排队 那边 最后面那边 又有一架 你觉得 多兴奋 我们由法兰克福 现在沿着公路 开车 约一个半钟 沿途也是 欣赏这些超级漂亮的车 那有没有特快时速 那当然会有几较 那现在我们大约去到哪里呢 就 真是不好意思 因为那些 收音 那些 电波的影响 可能会有点 差点 那我们就 差不多去到 波音 来到科路 若莫 还有一个小时 左右的车程 那 时间 十点二十五分 来到我们 第一站的景点 那是什么 洗手间 那都是一个收费的洗手间 要收费的 那特别取得暢快的 那这个收手间 也是相当之正 这个为什么 它是有个女员工在这里 是人手智能和女收钱的 那这里距离科隆 还有约二十分钟到的车程 那去完洗手间有什么好做呢 那去看看超市 那至于德国的休息站 那不是如何呢 那一定要拍下 持名的法兰克福 丹丹大肉厂 今早已经领教过了 那德国贵为科技工业之都 那些差机线 就必定会有 那我昨天在超市看这些啤酒 就相当之开心 那至于在休息站 它也是开心的 比起在第一天在米兰 去苑泉那里 5欧6欧的啤酒 那这些水呢 那昨天超市呢 就0.6欧 那这里就贵一点点 是很正常的 那这就正了 那这就正了 汽水箱嘛 那我看看这些瓶装啤酒 用时开的就很正常 但是它们的汽水呢 盖子就相当之有趣 这些瓶装汽水呢 那怎么开呢 好像那些胶瓶装 就这样用手开的 扭就开到的 但是它是瓶装的 挺漂亮的 这个瓶 看完饮品又看一些食物呢 瓷名的 扔扔大肉腸 至于它有什么价钱呢 嗯 7.5欧 它就好像炒了 那很多网友 就是在讨论中 为什么在德国 找不到蓝梅的呢 就真的找不到 那我们玩完这一点 那一会儿就去荷兰 你猜到荷兰 你猜到荷兰 我们会不会找到黑白奶的呢 那我去这个厕所 就真的相当之开心 那有个团友 就去很紧张 跟我说 这里0.7欧而已 但是就没有飞 没有飞 没有回勇给你买东西 但是就有招呼 那有个大姐在那 给你一些抹手指 那给钱去厕所 就相当之开心 那去得 怎样为之唱顺呢 开小开大 再洗手 洗头 就最棒了 那早上10点29分 那我们在科隆前一个油站 现在就准备进入科隆 车程大约20分钟 那经过十多分钟车程 正式就进入科隆 那我们前面这条呢 就是前面的内因河 刚刚快镜走过就是科隆的电车 那这边呢 都是一些很新式的建筑 Microsoft的总部 都是在这里 我自己很喜欢看电车 而且这些电车车 就是电纜 真的很特别 而且刚才那些电车车 之前会比较高 这些就正常一点 那当然来到德国 当然要看车 和车站 那进入离城区呢 那大部分都是新建立建筑物 那间不中 刚才经过呢 那新建筑物当中呢 都会夹着一些旧建筑 很特别 大家看看前面呢 那適逢今天是星期日 科隆这个商业区 的确是没有什么人 那些人去了哪里呢 就去了 刚才的法兰克福 再下一些法国村 再下一些瑞士 去了度假 那踏足科隆一刹那 就感觉到就是 好像中环星期日的气氛 那我们来到科隆 主要就是看科隆大教堂 刚才都经过了 那现在我们慢慢走过去 那来到科隆 那怎么看好呢 看地图 地图都看不明白 的 即时有个实景看一下 最尖端的就是 慈名的科隆 一段时间就听到 教堂的响声 又被吸引着 心心 適逢蓝天白云 又看到飞机 刚刚看到的的士 可惜就拍不到 那为什么这么着紧 因为是Benz 的士 Benz做的士 这三轮车 像我们在越南 河内坐的观光三轮车 那人就在前头 想当年那天还撞车 大家看车看得多 看美女开车有没有见过呢 真是 星期日的路 真是相当之畅顺 我们打招呼 Hello Hello 你好 你好 这么多人看着这里 什么呢 得意志银行 哇 真是很漂亮 镜头一转 又来到一间银行区 最棒的东西 最棒的东西 看回后面 有银行 又有教堂 今天走到进来 到现在都是相当之休闲 和舒服的 但是气温 真的只有十七八度 有太阳浪着就还好 如果没有太阳浪着 你会感觉到有点凍 前面有点特别 镜头一转 这样 哇 有一间卖清酒 这间店 清花酒 对酒没什么兴趣 不要紧 免税店 这里都是有一系列的商业区 大家听到声音 就真的不要眨眼了 这个镜头 就刚刚 中午时段 太阳射下来 波龙大教堂 哇 真是一绝 过来马路影 另外一个景致 这边很休闲舒适 到这边 人都在这里 看波龙大教堂 如何看最好呢 都是这样 慢慢看上去就最好 来一个正面 震撼性 真的来到现场才能感受到 因为在现场看它 整个教堂 这边有些 很有威严 有黑色 还有很高 有两支塔 之前在吉隆坡 有些相似塔 都是影子 真是相似镇塔 在这个广场 地下还有些艺术家 游了很多不同国家的旗帜 要正正感受科龙教堂的震撼力 一定要来到教堂底 有些黑色 有些白色 就正正感受到 进到教堂里面之后 適逢 星期日 有些 仪式 在做 所以 全部都不会很大声 我都要小小小 但是 对面的彩色玻璃 真的相当之美 这个教堂 一个装园仪式 是 对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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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到科龙大教堂的旁边 这个位置 这位置 拍照 都相当之震撼 和漂亮 教堂后面 南天白云 在这个位置 低炒上拍照 相当之美 这边没有正门 那么多人 旁边 还在收窃 现在我们就走到正门 集合 准备去吃饭 吃德国最著名的咸豬手 回出来 文明已久的 德国的士 情然冷前 这辆不是海洋江浦号 是巴士 有什么特别呢 是Benz 刚才看到的双层巴士 观光巴士 都相当之震撼 我经常以为只有英国有双层巴士 和香港 你也知道 小弟相当之喜欢坐巴士 特别是双层巴士 坐顶楼 希望有机会 可以在这里试试 那这边走出来 又见到 远近持命的 北京酒楼 和卯丹楼 真是 这边挺开心 逛街途中 闻到很香的香味 还以为去了土耳其 这肉 整个人这么大 那怎么烤呢 就靠后面那边 一路转 一路烤 烤了怎么做呢 看这边 喜欢什么配料 就包起什么配料 好香 好味 大家看完 是不是很有土耳其的影子 的确是 刚才在科隆教堂 底下 都看到有很多土耳其的学生 在这里拍照 走着就吹一下 走着就吹一下 又吹回全民 第一次来到罗马 有些网友跟我说 意大利没有瘦的人 但现在来到德国的科隆 就真的找不到一个瘦 又是健健的手臂 比我大腿更粗 临去吃猪手餐之際 又经过科隆大教堂的响咒 真是很宏伟的宗生 每次听到这些教堂的钟声 都是相当自愈和兴奋 更加自愈就是猪手餐 走着走着 未吃东西 香港有一家瘦牛 科隆有一家 咪咪牛奶公司 真是牛奶公司 咪咪牛奶 后面有一个 德国很著名的厨具 我没进去看 走着走着 来到一个广场的地方 两边都是有外面的位置 色红色日日 大家都可以去 很热 看回来这边 一间类似半岛酒店的位置 难道我们在这里吃猪手餐 看到团人都转进去 现在一进来 哇 就深深的 一些西部牛仔 应该是一些很德国式的装饰 深深的 别管了 找个位置坐下 一坐下之后 这一餐都很期待 德国猪手餐 会有什么跟 我相信有些黄色的芥辣 除了猪手餐 啤酒汽水 也有任理感 还有很特色的银器 这餐厅的气氛相当好 一般的德国猪手 通常都是用烧猪手的形式 如果我们做的话 就用烧猪手 一般来说 他都会跟酸药菜 暂时没看到其他 等会上菜 先来再来 前的德国猪手餐 第一个出场 也是一个餐汤 这个忌廉汤 都是相当融郁的 有点洋葱 有点青葱的小葱花 我还没试 其他团伴友就已经说了 哇 听闻说很咸 就试一试 咸下去就相当稠 这个稠度是我们用白汁 白汁的稠度 哇 咸度 就 加乎盐和海水之间 你说有多咸 是吗 因为在瑞士火锅 感受到他们的咸度 但这里又更加厉害 这个猪手汤 里面有些咸猪手粒 咸度 咸度 你不是用面包也可以解决到 三碟白饭 拌三碟 差不多了 现在有点后悔了 做了一杯可乐 应该是做大桶啤酒 因为实在太咸 这个咸度是完全接受不到 喝啤酒就很开心了 而且这杯啤酒真的够诚意 怎样够诚意呢 我们经常说一杯啤酒 有两寸手指的泡 这些啤酒最有水准 是泡的最有水准 因为它正式来说 德国的啤酒杯 它有泡的位置显示着 刚才就吹了一些咸猪手 会跟酸椰菜 正宗德国咸猪手的酸椰菜 是否腌出来的 不是腌出来的 是让它慢慢发酵 让它产生酸性 就不同 腌一些酸菜 是不同的 旁边这些团友 真的受不了咸度 所以就做一杯 不是香槟 是有气的抗泉水 很漂亮 一泡下去的泡 至于我的碗汤 我喝了两口 只有面包也没有 白饭也没有 意粉也没有 好吗 那么应该拿去 你没有香槟 其实你拍的 然后你熟一下 也就喝 这样喝 也不错 一人一份,是否真的呢? 真的一人一份 你有一隻,我有一隻 我有一隻,我有一隻 是否真的呢? 一隻鹹豬手,是燒豬手的形式 看看有些薯肉 至於傳說中的酸椰菜 就這裏 最重要就是... 這裏 這隻豬手最重要是這個畫面 真的相當之治癒 至於有多脆呢? 大家看看這裏 是否相當之脆 是否吃了皮 這裏面是很脆的地方 是相當之脆的 如果我經常說不見天哪個位 就是這個 這個叫不見天的位 豬爽肉 我就最喜歡吃這裏 只可以說吃完 但一定是吃不完的 這麼大隻豬手 這個豬手餐都是開心滿滿 打卡拍照就一流 整體的味道都不錯 特別是脆皮 和不見天的位置 我開始以為 兩人一隻 三人一隻 四人一隻 加多一點 其他法蘭克福 打針大肉腸 但是想不到 一人一隻 就豪比利 輕輕鬆鬆開開心心 吃完這個豬手比賽餐 一小時吃完 是不收錢的 當然 我是在說我這些級別 我不要說一小時 我三小時都吃不完 上車 中午1點30分 14分 正式離開 德國的科龍 向著 荷蘭阿姆斯特丹出發 我們進到荷蘭 還有一個自費景點 我聽聞說是遊船 進去才再跟大家吹一下 吹到荷蘭 有什麼好吹呢 又吹一些波京 小弟最喜歡英格蘭以外 第二隊球隊就是荷蘭 當年荷蘭有三劍俠 哪三劍俠呢 雲巴士頓 古列治和列卡特 但是三劍俠以外 中場還有一個 金毛仔叫做朗露高民 朗露高民 朗露高民 出名就是歐洲重炮 現在我們離開 科龍的市中心一帶 吹開荷蘭隊 最輝煌的成績都是 八百年歐洲國家盃 當年三劍俠 當中是雲巴士頓 馬士頓很有趣 他不是經常接到球 但一接到球 他很容易入球 一個中鋒 值錢的價值就是這樣 很多時候 看一句影子中鋒的位置 什麼影子中鋒 懂踢球 一定知道 至於當年荷蘭隊 未出荷蘭隊 前面就是 這是科龍的電視塔 荷蘭隊 當年對德國 有一場球 是聶卡特 對著和拉 吐口水事件 雙雙出場 是出場那時候才吐口水 為什麼 英格蘭之後 喜歡荷蘭呢 當年荷蘭後 推動一個 全能足球 是一個很新的概念 每一個球員 都可以踢不同的崗位 譬如你踢中堅 你上去中場 或者打中方的位置 都可以保位 反過來說 雲巴士頓 為什麼踢一個影子中鋒 很多時候 他都會帶入後場 拉開人的後衛 等其他球員 有個入球機會 好 我們現在就向荷蘭進發 開車了大約 一個小時多一點 現在是2點45分 外面溫度 上升到28度 現在我們去到哪裡 我們由科龍出發 現在就去阿姆斯特丹 荷蘭的途中 大約一個多小時 就會去到阿姆斯特丹 外面的景色 都是德國的農莊 農舍 大約走多約20分鐘 現在就正式踏入荷蘭的區域 手機剛剛跳了荷蘭模式 我們來到荷蘭 就是郊區一帶 看看屋子有什麼不同 大約差不多 暫時又沒有看到荷蘭車牌 這輛是不是呢 NL就是代表荷蘭 但是代表意大利 剛剛經過一條河 看到很多遊船 前面 這裡又有一條河 河的後面都是一些龍舍 這條河很清澈 終於看到有人在耕田 走到荷蘭約10分鐘 現在約3.07分 至於我的電話 什麼時候跳了荷蘭製式 大家看看 14.50分 我相信剛才NL的車牌 真的代表荷蘭 看看機場附近 大家看看 有個飛機飛了上去 現在大部份都是荷蘭車 那這輛呢? 那些Benz、Audi那些 都不見了 為什麼? 現在已經到了 他們 踏入荷蘭境內 都是一片綠油油的農地 離遠都是牛油的比較多 黑白奶 為什麼這麼有名 就是這樣 我們進來荷蘭 原本停了第一個景點 就是遊站 可惜遊站太多人 然後再開車 就是轉個彎 到第二個遊站 這個彎轉了多久呢? 30公里左右 現在我們 去到這一點 我們第一站 就會去一個叫做 旭蘭丹的小漁村 這是一個自費節目 到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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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荷蘭第一站的景點 洗手間 相當之期待 不知道收費多少錢 又不知道有什麼食物 我們看看荷蘭的公路招牌 第一步搭足荷蘭 就是相當之開心 為什麼呢? 因為熱 還沒出發之前 就以為荷蘭會比較冷 清涼 誰知道過到這裏 我想大概有28、9度 而且也是那一句 很感恩 天色是相當之好 來到荷蘭第一個景點 排隊去廁所 多少錢呢? 0.8歐 記得拿票 去完廁所出來 看看那張票 怎樣去好呢? 那些團友說 去廁所都去到窮 但可以用得到的 進來荷蘭 看看這是什麼飲品 會不會看到有喜力呢? 一般歐式站 一般歐式站 就不太容易 找到啤酒 看看這間有沒有 可樂呢 2.6歐 一般歐式站 就比較貴 你不可以和昨天超市比較 開心大發現什麼? 我什麼時候都說 認住這隻薯片 這隻色 原味最好吃 你不要買其他味 1.4歐 一般歐式站 一般歐式站 都會有些芝士 速食食品 有什麼速食呢? 披薩也有 不是披薩 至於奶 咖啡方面 你會不會找到 有黑白奶 或者紫母奶 除了一些吉凍食品 還有一些麵包 但麵包的賣相 就是一般般 麵包不適合 咖啡呢? 每次去完廁所 都相當之開心 由意大利的廁所 然後到法國 德國 來到荷蘭 前面那位 又說去廁所 也去到貢 油站 開來十多分鐘 現在就是 下午2點24分 全部的景點 都是一些農場 畜牧業 甚至乎養牛的地方 所以荷蘭的奶類製品 芝士 特別聞名 荷蘭還有一個很特別的東西 就是 全世界不合法的東西 唯獨 這裡其中之一 就是大馬 合法的 當然 各處鄉村各處例 就是 遠處 牛在這裡吃 黑白奶的誕生 就是這裡 如果大家剛才看得不清楚 為什麼荷蘭的芝士 奶的製品 這麼有名 看看這裡 連綿數十公里 就是這類型 一望無際的木場 這裡 還有一些船河 這些公路的牌 很有趣 由德國 過來這裡 都是畫了很多公仔 這些牌 時間約4點30分 隨直經過這個橋底 我們進入了阿姆斯蒂丹的邊坡 我們大約去到哪裡 大家看看這裡 我們會去 華倫丹這個漁港 為什麼會知道呢 正當所有團友 都睡覺 之際 我無時無刻 就看了Google Map 看著外面 找找有沒有黑白奶 看不看見喜力啤酒 拍攝這類型的舊技 用心機時間 你喜歡的 都是血吉不滅的 有很多網友都會提問 就是 你在車裡 這樣說話 會不會 傳統 基本上 會不會有其他人 我這部機 還有一個好處 就是這個咪 相當值得的 基本上 我現在說話 其實我前面的那個 都聽不到 你看看 快到湯豬 這個字幕 我們過了這段路 正正式式 就會進入阿姆斯特丹的市區 大家來遠看 是不是 有一個火車 不知道是不是 歐洲之星 一進來市區 就被這座建築物 深深吸引著 現在我們去哪裡呢 阿姆斯特丹 現在我們又過了一個橋的位置 開了Google Map 我也是想捕捉一些 岸邊 船 湖泊的景色 因為剛才 進入的時候 海岸線景 相當漂亮 可以看到 阿姆斯特丹的一些 舊有的建築物 很特別的煙通 這個湖屋 多漂亮 是吧 這些就是 你喜歡 你喜歡就能拍到 又是一條超級漂亮的河 還有木牆的位置 這個木牆 要你從頭到尾 走三個月左右 你會明白到為什麼 河南的芝士這麼漂亮 大家可以看到 有一條河 河外面 就是一些農地 有些牛 很悠閒地吃草 看到一條天鵝 那些牛在哪裏 就是在前面 其實這裏 對外面 已經是海 因為整個歐洲 整個荷蘭 也是一個 低蛙地帶 這裏 白狗就是這裏 就是當地的居民 一些房屋 或者度隔屋 間間都好像連住了 是不是很特別 來到這裏 一個這麼漂亮的景致 悠悠閒地在這裏 踩單車 真是頗舒服 前面有一條橋 那我怎麼知道呢 大家看看這裏 我已經開了 這裏 15分鐘 就是想捕捉這一剎 那 剛剛上橋這一剎 那 看到沿海的海岸線 真是頗漂亮 但它就叫做一個狐狸 很特別 一進來 就看到第二一個風車 那它周邊 也有很多單車 那這裏 應該是排屋 那這些房子 近距離看 還有一番景致 有多特別 連著在一起 那時間 17點 即是5點 就來到 華倫丹 這個自廢景點 那我踏足到華倫丹 這座地方 那 剛才在車那裏 總是有點過熱 下到來 有少少風 那我另一半就說 你無論你怎樣也好 你就帶著一段風黑 在背包那裏 那 未出發 先興奮 這個廁所 一歐 那來到歐洲 其實看到廁所都有點害怕 看看住宅區 那這些屋 上屋有個爐台 都相當寬闊 那底下又有些艇 靠什麼出入 靠艇出入 難道靠隻鴨嗎 那些鴨子 就相當放鬆 但是水又有點髒 我覺得 大家覺得 對嗎 還有 鏡頭拍不到 有很多小蚊子 看死水又沒有興趣 看看生水 至於有多生 看看海岸線 海岸線沒有什麼看 不要緊 看看這類的排屋 最好就是有個露台 面到對面 對面 後面有個西斜 這邊向海 當然不會西斜 這邊一定是向南 至於這麼多屋 當中 當然要有露台 這些是最棒的 這樣 這間 和後面的那間 那間 那間 相當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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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在這裏走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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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你說多開心 更加開心 就是 我們今天下來 看一看豪宅 最後有什麼補充呢 沒有什麼補充 其實 前後 都是一間屋 不過是 後面 向海 前面 就是向著湖境 還有私人 獨木舟 至於這邊 這邊有個私人快艇 前面就是我的碼頭 海洋江普舖 就在那裏 知不知道 坐郵輪有什麼 最重要 穿上一件風 如果大家網友 出來這個景點 無論如何 都會穿上一件風 畢竟 向海的地方 這些風 真的相當厲害 你不要看我 現在的聲音 這麼清澈 有個毛毛在那裏 你看看 後面 如果我出去玩瘋狂 我一定會拿金牌 大家看著這些 如果看到這些 不僅買小食 你也要收起來 連我的咪 也要收起來 他用不容易 走過來 擔了我的咪 毛毛頭的咪 給他擔了 真的沒辦法 你說 真是很開心 是吧 嘩 很少有這麼近距離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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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海歐沒什麼興趣 看看萬國旗 為什麼這麼多旗呢 正正就是因為這裏 不單是英國炸魚薯條 出名 這裏也是相當出名的 有什麼 大家猜不到嗎 開猜了 青口 這個暫時還沒看到 炸雞之旅 這個 枯枝肉出 海鮮腩 後面那些大塊的 應該是炸魚 薯條 暫時還沒察覺到 可能在裏面 那些荷蘭的美女 我們香港人 看到這些青口海鮮 意肉不大 不要緊 看看荷蘭當地的 有什麼好看 劇 這些劇 很厲害 如果和另一半來 荷蘭買了這些手信 千萬不要得罪 這些 真的被人撞一下 不要受傷 這些荷蘭木劇 是不太重的 它又不太重 但是 又真的 噓噓聲 真的噓噓聲 真的噓噓聲 那 據聞剛才導遊說 始終荷蘭都是低窪的地方 那些海岸線是很近的 那些農地也很近 那他們靠著什麼 就靠著這些 很符合腳 那 荷蘭除了木劇 屈甘香 也是很有名的 荷蘭是一個花的王國 那麽大隻木劇 帶不到花 又如何 買一隻小的 鹽這隻小的 又如何 買一隻大小 就是這樣 很簡單 2.5歐 又或者買一下這些 鎖匙扣 那都是一間 售賣紀念品的店 大家都看到 第一站都這麽精彩 至於第二站 第三站 那我們又入城再看看 那這個自廢的河村 我經常都以為是會 入城再坐船 原來不是 走一趟 走一趟 那樣 就是 你當是去香港遊覽 那些去大澳那些行走 那這間炸魚薯條是多少歐 13.5歐 對呀 這些都是11歐 這個 13.95歐 既然對食 興趣不大 就踩單車 那怎樣踩好呢 穿到西裝去踩 是最棒的 你看看 整個行政人員 那 荷蘭除了黑白奶出名 這些 芝士都很出名 當然不是這些 這些道具 那周圍都是賣芝士的地方 那至於他們 怎樣拿牛奶出來呢 用這些 來災牛奶 那我們繼續 向碼頭這邊出發 這邊 相當之厲害 這樣 直陽西下 開始香檳 慢慢坐下 這樣 也可以在這裏 遊船河 不知道我們有沒有船河遊 這些就是一些 露天餐廳的地方 大家看看 最遠處 是不是很高興 餵海鷹 怎樣餵呢 拿一包薯條出來 或者蝦條 進來傳說中的芝士廠 可以 看看 這裡有些工廠 除了工廠 看上去 試吃的位置 怎樣試吃呢 會即時 會加一塊 謝謝 謝謝 這樣就做了一塊 意外不舒服 試試看 這些芝士 即排即食 就最好吃 如果 拿到香檳烹條 怎樣吃 就這樣吃 奶味 相當之流動 如果想烹調 火力 三明治 塗牛肉 只要吃 只要吃下去 它也有酒的香味 我覺得 就是 甘甘苦苦 種類多 其實都是很好生意 很多人不買 我們又找一下 看看有沒有其他品種 未找到之前 又發現到 一些 不知是香港的旅客 那我們就繼續去吃 又看到 法蘭克 等大肉腸 就試試 怎樣吃 當然是用口吃 嘩 真的很好吃 有魚肉味的芝士 再拍一次 這隻 超級好吃 這隻 不是 至於其他品種 真是 飲品選擇 嘩 在這裡吃完了 不用吃飯 就不吃太多了 因為我們行程當中 還有 芝士工廠 當然 這裡也有大型的芝士工廠 試吃完了 進來 也有一個展覽廳 也是 製造一些 芝士 還有一些古董 芝士擺放的地方 就是這裏 這裏是假的 真的就是這裏 真的就是這裏 買完芝士 走回頭 將進來的景節 再一次拍給大家看 為什麼 我拍完後才發現 我忘記開咪 之前進去的那一段 全部都有風聲 想沒有風聲 就開咪 從頭到尾再拍過 但是當然 我們現在沒有什麼時間拍攝 現在就打到回府 去到某個地方 聽到這個教堂的鐘聲 都有一種莫名其妙 一個很自由的感覺 正所謂欲窮千里目 就更上一層樓 如果看海 那怎麼辦 近距離看看海岸線 至於荷蘭對著外面的這個海峽 對面已經是英國 看水質 真的不是太乾淨 至於這個海峽 出產的生蠔 大部分都會帶一些鐵獸味 大家知道為什麼嗎 如果知道的 就在底下留下圓 因為我相信很多鋼鐵都會在底下 這個景點到此一天 回到車 暫時沒有空調 第一次覺得車不熱 就是這段時間 因為外面 那些風吹過來都很冷 記得要穿一件厚的擋風衣 現在出發大約 坐七八個小時 就出回荷蘭阿姆斯特丹的市中心 我又看看花街 又走一下熱鬧的地方 經過三十分鐘的車程 現在出回阿姆斯特丹的 近去沿海這個城市 這裏就是郵輪碼頭一帶 現在你看到一些電車路 在後面 都是沿海一帶 這裏的屋都很漂亮 那郵輪碼頭就是後面這裏 大家稍安無躁 過來這邊 看得比較清楚一點 沿海一帶 看看這隻船 在這裏走近 在這邊看過去 就是荷蘭中央火車站的位置 前面 都是有巴士 回到市區 因為荷蘭真的很棒 是全民街車 是甚麼車 是踩單車 踏足荷蘭的阿姆斯特丹 第一個感覺就是 怎樣 踩單車 那裏面有隻單車 我踩一下 我們下車就沿著 風景最美的那裏走就可以了 適逢星期日 個個都是悠悠閒閒的 大家看看這邊 荷蘭阿姆斯特丹 一個最中央的位置 這邊也是 輕輕鬆鬆 真的很棒 終於拍到它的電車高 除了黑色 前面還有一架白色 荷蘭真的很好 這麽大條單車勁 讓大家這裏踩單車 只是有些政策 鼓勵員工踩單車上班 人工還會高些 你說多開心 來到這個位置 空氣就一般清新 怎樣這樣說呢 荷蘭食大麻是合法的 很多酒吧都在那裏吃大麻 隱隱約約就聞到一些大麻味 不知道大麻是甚麼味 不是喝一杯火麻人 你就會感受到 一個很特別的味道 墊進去這邊 人更多 現在的氣溫是有點冷的 最終來到阿姆斯特丹 一個最著名的景點 是混河區 雖然說這麽大風 但是周圍吸煙的味道 都是很厲害的 但是走到這裏 看到這個景點就相當之正 陽光也好 真的不是開玩笑的 因為超級大風 但是真的很開心 你看看後面 人多了 有一個星期日的 荷蘭阿姆斯特丹 中心地帶 河蘭阿姆斯特丹 中心地帶 大陸 鎖 大陸 我們來到中央廣場的位置 至於我早上去了哪裏 我都不知道去哪裏 來遠處,終於都看到了 看不到也沒關係 我穿件衣服先 那些團友認了我的衣服 就OK了 適逢黃昏,相當高興 後面的團友認一認我 我們來到荷蘭中央廣場 中庭的位置 後面是荷蘭的市政廳 我們對市政廳沒什麼興趣 這條街走進去就是 傳說中荷蘭的紅燈區 來到著名的紅燈區 紅燈區有什麼好拍呢 純粹是拍前面的橋 記不記得二十多年前 有一套戲叫做古惑仔 就在這條橋拍 浩蘭哥就在這條橋跳下去 至於這些屋子 為何這麼小的門口 他們的傢俬怎麼吊上去呢 每間屋上高都有一個勾 如果你有家具就在這裏 就在這裏吊上去 雖然說遲民的紅燈區 但適逢今天星期日 所有美女都放了家 我們就在這裏走一下 到此一遊 走這條街真的相當正 什麼正呢 聽不聽到別人的咳嗽 咳嗽的聲音就是 聞到一些煙味 整條街都是 為何他們坐在這裏喝東西 吃煙都很正常 為何呢 合法 所以當年鄭浩蘭 就在這裏 找了一間船屋在這裏住 現在這裏就好像水藏市場一樣 隨著古惑仔拍攝過 對面一間海城大酒樓 都是拍攝場地之一 但不是報警來的 真的有一間海城大酒樓 最重要的是這條橋 每個人都站在這裏拍攝 我們沿著這條食街 走出去 現在它著名的紅燈區 也是變成一個很著名的遊客景點 紅燈暫時未看到 但是賣煙的地方 我們坐在外面吃煙 每天都聞到 又有一個了 看不見這些煙 通常吃這些煙 吃完有什麼特點呢 笑 是不是都笑 周不時都大笑 那些就是了 我們不要笑了 隨便找個領隊 先找個領隊 看不見 看不見 一個都看不見 看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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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抓到 Россию 看不見 你 bumped了 看不見 每個人都看到 當時都看不見 看不見 有些團友說 星星為何你不笑 我蛇口也不會笑 因為有什麼好笑 就看電車吧 出回來中央廣場一帶 個個都在這裡戲一下 下到這裡 重點是荷蘭教堂 這邊就是立像館 至於教堂右邊就是皇宮御用的教堂 我們到這裏到這裏到這裏幾分鐘 到此一遊 但在對面就是Live Band的音樂 相當有意境和思議 適防剛剛日落 很多都在這裡輕輕鬆鬆 然後我們就沿著這條路走回到我們進來的地方 繞這個圈 大約是紅燈區和走出來 45分鐘左右 現在我們就回到開車吃飯 今晚我們都會住宿阿姆斯特 但就位於機場附近一間酒店 其實我會住宿阿姆斯特 其實我有點想住在市中心 即是紅燈區旁邊 這些都是純粹說笑的 現在找回車去吃飯 十兩分鐘車程來到吃飯的位置 繞進來一個住宅區 真是很棒 又有超市 在住宅區找一間餐 今天晚上不知道是否又要吃中餐 他們動的都很特別 反過來歐洲這麼多天 很少看到四、五層左右的平房 露台是相當大的 但不知道有沒有升降機 走了兩、三分鐘就來到吃飯的位置 吃飯的位置是二樓 一到來就很古色古香 吃中餐 先用一張桌子 先用一張桌子 首先吃中餐 先洗杯 然後是急不及待 一出場就有湯和白飯 熱辣辣 真的很開心 有白雀哈加士尤 再做一個行得基雞翼 又如何 吃中餐最重要是倒一杯茶 一來到吃中餐就喜出望外 其實每個人都很開心 一說吃中餐 然後做一個士椒炒牛肉 團友的意見是炒麵底 香煎兩麵黃好不好 對呀當然好 如果沒有香煎兩麵黃 那怎樣解決呢 不用 大家就散無無躁 可以看一看我的影片 我也有做的 這個炸魚做了士汁 來遠處就繼續 來遠處就上一個菜 一個肉 我們就吃飯了 正所謂六菜一湯 白飯任莊 十個人一圍 不夠吃 那怎麼辦 拌湯吃飽 現在就回酒店了 驅車回酒店路程當中 今晚的酒店也是 機場附近的一間酒店 沙拉間就來到 阿姆斯特丹機場外圍一帶 這樣來我們的酒店 就近在此尺了 來到機場捕捉飛機 近距離降落一沙拉 荷蘭皇家航空 北極為一個鮮花的城市 你看看 那些花周圍都有 沙拉間就來到 我們今天進入酒店 一下車就看到酒店的外圍 先拿行李 一進入酒店的範圍 你看看 廊址也不是很大 現在先拿房間 房間安排在三門六 WiFi都打在裡面 一出升降機就到了 什麼都不要管 看看這個逃生路線圖 右手邊就是洗手間的位置 有風筒的 但絕對是走一個簡約的風格 什麼都沒有 洗手盆對著就是座廁的位置 座廁旁邊就是一個棋缸 很鮮艷紅色的衣櫃 超級開心 衣櫃旁邊居然有部咖啡機 但水機也沒有 到處找水 雪櫃和隔晚都找到一部 都在衣櫃裡面 這次也是安排了 兩張單人床 拍在一起 看電視是怎樣看呢 都是坐在床上看 都叫做三邊落床 比較出乎意料之內 有四顆的Capsule 我相信看到這裡 都是一些熱愛旅遊的網友 今天由德國那邊 來到荷蘭阿姆斯蒂丹 都是有兩三個景點 今天都算是舒服的 明天還有在荷蘭阿姆斯蒂丹一些行程 會看看風車村、木劇廠 還有坐船遊運河 又帶你去馬鑽吃 然後吃個中餐 然後去機場 飛回去倫敦 明天就住倫敦酒店 大家記得繼續密切留意 喜歡荷蘭的網友 給個LIKE 喜歡吃中餐的網友 訂閱職人吹水頻道 如果兩位都喜歡 麻煩你家的頻道會完 倫敦吹水見 拜拜 除非 我叫你追求 你怎麼樣 再說 是 那我叫你 我叫你